今年6月在南投普里镇 男子李明哲因为追求王姓女子不成 涉嫌杀害女子的母亲的装箱藏尸案 南投地检署刚刚依杀人等罪起诉 并且对李明哲求处无期徒刑 李明哲在今年6月27号 潜入了女子母亲的南投普里住处 行凶杀害 并且将遗体装进预购的行李箱 连同杀害屋内三只小狗 后来转向高雄警方投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